看着那两个倒地死去的人 楚迷石这时 显得更加的疯狂了 一眼看到 站在王小飞身边的柳妹 满脸都是一种疯狂之气 大声道 去死 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操作的 王小飞就感觉到 身边的柳妹的身上 猛然间散发出了一种 极度恐怖的力量 不好 王小飞根本就没有多想 一个闪身之中 已是出现在了远处的地方 这时 身后传来的是一声 惊天的爆炸声 就算是这样 那爆炸的力量 还是把王小飞炸得 飞出了好远 要不是有着强大的防御 王小飞这次 真的就难以幸免 再看下那个方向时 柳妹早已尸骨无存 而那楚明石 却是早已闪身到了远处 这小子竟然还有这一招 王小飞也是后怕不已 没想到更加厉害的一招 还藏着 要不是自己的防御 足够强的话 今天就完了 这时 王小飞也算是被 楚家的人上了一课 以后无论如何 也要多几个心眼才行啊 哼 王小飞哼了一声声 一个闪身 已是到了楚明石的身前 也不多言 轮起拳头 朝着楚明石就砸了出去 砰 一拳之力打的 楚明石的头颅 一下子就炸开了 又是一脚踢出时 楚明石的身子 被踢得在空中 就炸开了 闪身到了近前 再一看时 王小飞摇了摇头 柳妹的身体内部 其实早已进行过 某种改造 埋藏着的是一颗 威力巨大的 爆炸性法宝 再想到刚才 楚明石那表情的变化时 王小飞也是后怕不已啊 楚明石明显 有着太多的女人 她又怎么可能 会在意一个柳妹 她的那愤怒的情感 就有些过分了 原来就是想麻痹自己 从而用这样的爆炸 把自己干掉 现在看来 柳妹早就已是成了 他们的一个死士 把一些掉落在地的物品收起 王小飞摇头不已 对于楚家更加好奇起来 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自己的话 换一个人都只能是死局 柳妹死了 王小飞坐在这里想了一阵 认真回忆了一下 与柳妹的关系时 她也不得不承认 与柳妹之间是真的并没有感情的成分在里头 两者之间的那次行为更多的还是肉体的一种行为 摇了摇头 虽然在这种男女之事上 一般情况下 男人都不算吃亏 可是王小飞的心中还是多少有些不舒服 柳妹其实也是一个牺牲品 她以为她做的事情楚明石不知道 却是根本就不知道她早就被楚家暗算了 就连她自己的身体内有着一个威力巨大的法宝的事情 她都不知道 捡起地上的那个自己给了柳妹的储物袋子 看着里面那些自己送给柳妹的丹药之类的东西 王小飞叹了一声 毕竟这女人与自己在一起时 是真的是处女之身 这事王小飞作为一个修真者 是能够明显感受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女人死了 这一切都是楚家搞出来的事情 自己无论从何种方面来说 都应该到楚家看看 因为这件事情 王小飞也在这里认真地思考起了 自己与女人之间的关系 王小飞又叹了一声 自语道 唉 我不是好人哪 在男女的事情上 王小飞还真是感觉到自己 是一个见不得美女的人 只要对方表现出了那种意愿时 王小飞发现自己都是难以拒绝 苦笑了一声 王小飞知道这是自己难以克制的毛病 当然了 王小飞也不想克服了 从今天这件事情之中 王小飞也感受到了一些心灵上的冲击 仿佛是对着自己又仿佛是对着天空 大声道 率性而活 从今天开始 我率性而活 王小飞再也不讲什么感情之事了 她发现自己根本就没资格去谈什么情和爱 既然是这样 只要是到了自己身边的美女 大家能聚就聚 不能聚就散去 倒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口出了这一声时 王小飞竟然发现自己的壁垒 仿佛又在松动 感受到了壁垒松动的情况时 王小飞就有些发呆起来 难道说 这样才是一种与自然契合的办法 这时 王小飞的心中就是一唱 再也不想那么一些事情了 不过 想到了楚家的行为时 王小飞感觉到 这楚家 肯定并不是善类 这种用活人炼丹的行为 必然要打击才行 以前不知道就不管了 现在既然知道了 王小飞没道理 不去管一下 楚家所居的地方 王小飞早已从杨幂他们那里知道 王小飞也有些好奇起来 这楚家并没有在京城里面居住 而是在西江省的一处大山里面 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时 王小飞一道引福寄出 然后欲见而起 向着西江省的方向而去 现在 王小飞的飞行速度就太快了 没过多长时间时 王小飞已是到达了目的地 虽然是夜晚 这仍然并不影响到王小飞的目的 浮空站立 王小飞向着那连绵不绝的大山 看了过去 楚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在世俗界里面有着很强大的势力 但是他们真正的家族核心 却是在这座大山的深处 王小飞一眼看去时 就看到一个很大的村落在这里 这些房屋层层叠叠 把最中间的一个很大的祭祀之地 围在了里面 王小飞闪身间就来到了那个祭祀之地 现在王小飞已经能够察觉到 楚家的核心 应该就在这里的一个洞天里面 家族用于祭祀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用阵法布置的入口 走到了这里 王小飞还是先把自己的层层防御 寄了出来 做完这事 王小飞才看向了那 用阵法遮住的洞天之地 是谁 王小飞刚到这里时 一个身着民族服饰的年轻人 就从那里面走了出来 一眼看去时 王小飞看到的是这个 竟然拥有恋气四层的修为 这种修为如果是以前 王小飞也认为是强的了 不过现在这样的修为 对于他来说 就显得很一般了 一个闪身时 王小飞一直点出 这个年轻人已是被他点倒在地 什么人敢传我楚家 这时 从里面一下子又跳出来了 两个年轻人 这俩人的修为 也在练气五层上下 王小飞既然心中猜测 这里的楚家并非善内 自然就不会与他们多讲客气 指头一点时 两人同样也被点倒在地 脉步就进入到了洞天里面 一进入里面时 王小飞就感受到了一股 灵气扑面而来 不过 这灵气中 王小飞竟然看到了 满是怨魂 这些怨魂 一感受到了王小飞的气息之后 就朝着王小飞扑了过来 如果是一般的人 根本就看不到这些怨魂 王小飞却是完全不同 一眼就看到了这些怨魂的凶残 完全就是要吞噬自己魂魄的架势 果然不是一个善地 看到怨魂那么多事 王小飞已经能够确定 这楚家之人是真的飞善类了 除了这些怨魂到来之外 就听到里面传来嘈杂的声音 更多的楚家高手朝着他这里扑了过来 怎么有那么多的怨魂 这次王小飞就有些无法淡定了 这楚家也不知道杀死了多少的人 才聚集了这么多的怨魂 一眼看去是 王小飞知道自己虽然能够用灵活把他们烧死 但是那样死的话 自己并不能够得到多少功德 想到这里 王小飞再次打开了直播间 随着王小飞打开直播 整个直播间再次热闹了起来 由于王小飞有着防御 倒也并不担心这些怨魂会把自己怎么样 直播一打开 王小飞就大声道 会念经的还有没有 有的话就出来念经了 现在又发现了一个怨魂太多的地方 我靠是王大使啊 随着王小飞的话音 本来很近的直播间 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大家的兴奋之情 真是一鱼言表 王小飞这直播间 可不同于一般的地方 每一次他直播时 都是惊天动地 更有着太多 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发生